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農業氣象 我是主播又翰 那麼最近太平洋上真的是熱鬧滾滾的 目前看起來就有機會影響到我們台灣天氣的 是會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的熱帶擾動 有機會會在禮拜五這個週末的時候 往北移動到台灣的附近 不過目前看起來這個路徑都還是有一些變數 可能要等到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才會變得比較明朗一些 建議大家可以先不用太過擔心了 不過如果您這個週末有安排計畫要出油的話 可能就要在隨時的更新天氣的訊息 才會比較保險一些了 那目前在我們台灣的天氣方面 主要還是受到太平洋高壓的籠罩影響 還是比較晴朗炎熱一些 在白天高溫有機會到達這個36度的溫度相當的炎熱 那麼這個紫外線指數也很有機會 來到這個危險的等級 提醒您出門的話還需要記得 適時的補充水分比想要做好防曬的工作 那麼至於在這個未來的四季雨區部分呢 主要在禮拜二到禮拜四的時候 還是以這個五後呢 可能會在山區有一些雷震雨的部分發展起來 降下一些震雨 那麼在禮拜五的時候啊就很有機會 受到這個低壓系統的外圍環流影響 在我們東半部的營封面降下一些震雨的情形 不過啊這個目前呢都還是有一些變數 提醒大家可以先不用太過的擔心 隨時的更新天氣的訊息 那麼最後呢這個天氣的小重點告訴大家 受到這個高壓的籠罩 那麼個體持續是比較晴朗炎熱的天氣狀況 紫外線指數啊也很有機會來到這個危險的等級 那麼至於呢西半部則需要留意午後的雷震雨 特別是山區的部分需要留意瞬間較大的雨勢 如果你要從事山區或是席邊活動的話 需要特別的留意 那麼這個海面的風浪啊也有比較大的情形 記憶您如果需要從事海上渡夜也需要特別的留意 那麼這個近期啊二代的勞動發展 需要留意這個颱風的生成的情況 還要在隨時的更新天氣的訊息 那麼最後呢這個農林漁木的小丁寧告訴大家 提醒各位農友 這個二代的稻作呢要留意窒息病 會導致農作物的根部呢 黑化有惡臭 產生繡斑 生長停滯 那麼嚴重的時候啊甚至會乾枯甚至是死亡喔 建議各位農友 如果您田區啊發生這個窒息病的話呢 應該要排水使這個田土產生裂痕 將這個土壤中的有害氣體排出 在灌水型一般正常栽種的模式就可以解決囉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農業氣象 感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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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